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二 那今天呢,川普总统就从白宫出发 去德州视察他在任内的一个伟大的业绩之一 就是修建的这个边境墙 那川普修建边境墙 其实是在2016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承诺 当时所有的精英媒体还有民主党人都嘲笑他 说这个他建墙就是要隔离什么种族主义啊 排外主义啊,各种辱骂 然后那当时的这个脸书的Zagberg说 建墙不如修桥,所有的人都反对他 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都此笑他 不过最终他立排众议在国会几次不批预算的情况下 他仍然动用了军队的预算 最后拿到了钱去修建了这个墙 那他今天去德州视察的时候 那主流媒体又攻击他说 你看川普这个要完蛋了 他最后去看一眼他心爱的墙 你看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他们这种态度 不过在出发之前 有大批的记者也围住了他 试图采访他 他也说了一段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继续了壁 我們會有很多東西在他們 如果他們能夠通過 我們可以接受阻止 是的壁被造成了 非常有壁 一些妳們都來跟我說 但壁被造成了 壁被造成了 它的外面 我們無法反對 我們沒有暴力 我們絕對沒有暴力 我們與與其他人的判斷 是很延長的 最大的狐狗 在歷史上的政治 反对恢复 那个人在脾 vamos Governor dan suf 심ert阶级 这个人对你令人对澳门 sch ale 你自我变得不赢 drive反对 对 他 nine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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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t's causing tremendous danger to our country and it's causing tremendous anger I want no viol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everybody I think that big tech is doing a horrible th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o our countryand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a catastrophic mistake for them they're dividingand divisiveand they're showing something that I've been predicting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predicting it for a long time and people didn't act on it but I think big tech has made a terrible mistakeand very very bad for our country and that's leading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and it causes a lot of problemsand a lot of danger big mistake they shouldn't be doing it but there's always a counter movewhen they do that I've never seen such anger as I see right now and that's a terrible thingterrible thingand you have to always avoid violence and we have we have tremendous support we have support probably like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always have to avoid violence what is your role in what happened at the Capitol what is you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so if you read my speechand many people have done it and I've seen it both in the papersand in the media on televisionit's been analyzedand people thought that what I said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and if you look at what other people have said politicians at a high level about the riots during the summer the horrible riots in Portland and Seattle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that was a real problem what they said but they've analyzed my speech and my words and my final paragraph my final sentence and everybody to the T thought it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OK so I 这是她谴责了国会对她进行的这个弹劾行为 确实国会现在在议长Nancy Pelosi的带领下 虽然拜登说要团结要融合要弥补伤痕 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他们弹劾川普总统就是制造了更多的分裂 今天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Bernie Thompson议员甚至说他们要考虑 要把参议员Ted Cruz和Josh Hawley 放在这个航空公司的禁非名单里头 如果他们的这个行为 他们的言辞被证明是对1月6号国会的这个骚动 有煽动性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除了晋升 他还要禁非呢 你看Ted Cruz和Josh Hawley是带头挑战这个大选结果的 这两个人 所以你看他们除了要晋升总统 晋升美国人民 晋升保守派 他还要禁非 他把这两个领头的参议员要放在禁非名单上 我觉得他下一步可能就要禁非川普总统了 虽然川普总统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搞不好他们要出一个规定说 不让你即使是在自己的私人航空器里头 你都不允许飞 因为这是美国的领空 你严重的威胁了美国的这个安全 所以你看这个民主党人的荒谬之处 很多人觉得保守派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觉得之所以现在是有十几个大的社交媒体 网络媒体齐齐的禁音了美国现任总统 是因为他的危险言论 但是你看看参议员Josh Hawley 看看Senator Ted Cruz 居然有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他是Chill 提出来对他们禁非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说是独裁了 他们之前说川普总统是独裁 那到底谁是独裁 川普总统在任期间 两次以猎物事件被弹劾 然后他们居然还要禁非挑战大选的参议员 所以究竟谁是独裁 所以很多人就惊呼说 美国的文革或者是美国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已经到来 那说到共产主义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很遥远 可是现在民主党人鼓励大家去举报身边周围的人 他这个铲除异己 不顾用川普的支持者 然后鼓励美国人举报身边的人 你看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就举报了她妈 说她妈参加了1月6号的这个国会的游行 她妈举报了 她妈就一气之下 就切断了她的这个经济来源 她本来在大学念书嘛 她就跑到GoFundMe上去诉苦 就说我揭发了我妈 但是我当时揭发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我的经济来源 现在我经济来源被切断了 我不得不来求助 然后我还想读法律什么的 这个不是跟文革期间的这个子女揭发父母 或者是同事隔壁亲人互相揭发的事情非常相像吗 所以很多人就惊呼说 美国已经出现文革 如果大家熟悉中国的文革的状况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到 这完全是中国文革的翻版 他们要打翻这个华盛顿纪念堂 他们要打翻林肯的塑像 他们要打翻所有的这些历史人物的这个塑像 这难道不就跟中国的文革时候的破释就是一样的吗 他们要打翻所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那他们要建立的新秩序 就是一个非常独裁的 一个唯我独尊的 不允许其他人发言的一个晋升的一个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政策并不是在团结 并不是在融合 而是在继续分裂 当然现在民意调查还没有出来 不过呢以推特和苹果的这个 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 你就可以看出民意 昨天推特大跌了5 billion就50亿 今天脸书就遭到的报应 他损失了600个亿 而苹果也跌去了两个点 那Amazon也在下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民意是不支持他们的 就即使是非常左派的 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他也说推特永久关闭 川普总统的这个账号是不对的 是有问题的 那左派的库莫州长 昨天接受CNN的采访 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那是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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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ぎ是不判断 cake is ok 那是双记 联邦高院的一个大法官 Justice Oliver Wendell说的话 他的原话就是说 即使是一个最宽泛的 对言论自由的捍卫 也不会保护一个在剧院杀人 并且引起恐慌的暴徒 其实不过 Dom Nemo所提醒的是对的 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就已经被overturn了 就已经被翻案了 那联邦高院又出了另外一个案例 那就是美国对Shank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说 这个案例就彻底的翻转了 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说法 所以库默州长说的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即使是被川普总统称为 最愚蠢的电视人的这个CNN的主持 Dom Nemo他都知道 这个案子被翻转了 所以库默州长 很多民主党人还要支持他做总统 当然他拒绝了做总统 他觉得他做这个州长挺好的 他也无意去竞选总统 那我昨天也看到有一条民意显示 就是在这些战场州 76%的人认为 如果一个媒体都能够晋升一个在位的总统的话 那他也能够晋升所有的美国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共和党人一直都是 似乎是这个 你可以说他是懦弱 或者是他比较尊崇更高的道德标准也好 还是说他软弱或者是懦弱 或者是无能 或者是明哲保身 他们通常是不会特别反击的这一群人 就像美国的这个谚语一样 你给我一个柠檬 我就做成柠檬水 你叫我deplorable 那我就建一个网站或者是hashtag I'm proud of being a deplorable 那我很骄傲 我是一个deplorable 当左派都要对你晋升晋飞的时候 你还能这样安静的待下去吗 你还能这样明哲保身下去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党的人不仅没有团结 反而是更加撕裂的一个原因 他们觉得他们晋升的话 就可以阻止所有的这些不实的信息 或者阻止这些危险的行为 使这个民族大融合 反而我觉得这就是猝死了 猝死了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更加的反对他 我昨天在公园碰到一个老太太 我们聊起来 她说她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然后她说着说着都要哭了 她为这个川普的禁欲 她觉得这个川普受到的对待 简直是让她非常愤怒和不可理解的 她说她活了这么久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 这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我相信是很多美国人的声音 我问过很多比较年长的美国人 即使是他们有一些是独立人士 或者是中间人士 他们也会觉得对一个现任总统晋升 或者对任何一个群体晋升 或者对任何一个人晋升这样的做法 是非常独裁的 是不可以理解和不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下去的话 下一步他不仅要夺取你的声音 他还要夺你的命 OK 这是今天很简短的一个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